今天要做的是蛋塔 蛋塔有分塔皮跟塔水 那我们先做塔皮 塔皮又有分两种 一种是水皮的部分 一种是油皮 那我们先做水皮 水皮的话就是低筋面粉和高筋面粉 那我现在做10个蛋塔的分量的话 那个低筋面粉135公克 高筋面粉15公克 还有水70 以及这个黄油 大概20克这样子混合在一起 还有加点糖大概13克 先把它捏成水状 团状这样子 然后变成一个面团之后 放在冰箱30分钟 变成面团不沾手的时候呢 放冰箱冷藏30分钟备用 然后我们现在接着做那个油皮的部分 现在做的是油皮的部分 油皮呢大部分是用黄油做成 那些黄油用90克 低筋面粉25克 然后把它混合起来 最好是在保鲜膜上面做 为什么因为那个油呢 很油 黄油很油 然后把它放在冰箱冷藏30分钟处 然后把它摊平 这样子把它一直 把它混合一直混合就可以了 用捏的把它混合起来 放在保鲜膜里 擀成摊平擀下 因为它很油 所以要放在保鲜膜里面 然后摊平之后放在冰箱 一样放在冰箱冷藏30分钟 先把那个水皮擀成长条形 擀成长条形的 大概宽13公分 长的话尽量长一点 因为待会要把这个油皮包在中间 好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油皮 这个油皮要小心打 因为很容易掉 天气热比较容易软化 好 可能放冰箱放时间不够 要半小时 把油皮放在水皮中间 然后把它对折起来 把它包在里面 然后呢 把这个封好 就是要不要有空气进去 然后用这个擀面杖敲一敲 把空气敲出来 然后这样子呢 继续放冰箱三个小时 三十分钟 再放冰箱三十分钟 三十分钟之后再来擀 好 开始要叠被子 要重复这种的动作三次 就是先从冰箱把它拿出来之后 擀开 直接擀开 有点跑出来了 擀开之后呢 用叠被子的方式 左右就这样叠 然后放冰箱 放三十分钟之后再重复这种动作三次 等一下把它擀平 先要做蛋塔模 然后把它擀大一点 然后呢 用自己找一个容器 按下去之后 就有一个塔了吗 然后呢 这个是蛋塔 蛋塔模 这个 放进去之后 压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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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紧之后呢 中间呢 要搓洞 因为这样子的话 才不会有空气在里面 这样子 这样就可以了 稍微把它整理一下旁边这样 可以 现在要做的是蛋塔里面的塔水 我这个是七个的蛋塔的分量 所以一颗蛋黄 然后呢 还有低筋面粉 低筋面粉 只要5克就好了 5克 5克 然后 再来糖粉 糖粉的话 大概是20克左右 20克如果你不要吃太甜 可以淡一点点 那我就全部去 比较淡一点 糖粉 还有牛奶 牛奶的话 是大概 牛奶大概70 75公克 80 80 85左右 多了一点 多了一点 没关系 那就满一点 放在一起 然后再加一点炼乳 炼乳的话 只要5克就好了 提它的香味 5克 欸 倒不出来 然后倒进去之后 用这个搅拌器搅拌就可以了 打蛋器搅拌就可以了 就这样 充分搅拌之后呢 就倒在这个蛋塔模里面 然后放在烤箱220度 烤15分钟就可以了 15分钟之后 很好 data 就是蛋塔啦 就这样